第四季节目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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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别动啊 别动啊 来 来 好了 丁姐 丁姐你开上门 你有个电话 谁电话 是司徒经理的 喂 司徒 我一会儿给你打过去 是这样的 香港旺角大同投资集团啊 在武士呢 展开了各种调研 他们想找一些优秀的企业 进行呢 魂保试大报上市 咱们公司呢 有幸呢 报上有名啊 所以 我们要围绕着这个上市这件事呢 要进行全方面的工作 如果咱们这公司能上市的话 对咱们个人对公司呢 都是一定好处的 所以我希望呢 你们各个部门的部门长 把我的意思呢 专达下去 大家努力点工作 好吧 都记住了吗 我记得了 好吧 咱会了 开完会了 开完 再见 那个 你找我有什么急事啊 你先坐 是这样子的 咱们营业执照变更的事呢 已经办妥了 你明天去把它拿回来 太好了 我知道了 明天我去取 那还有什么事 还有的就是那个 两个孩子学取的事啊 那个家家历史课不好 他点名要找那个吴之洲老师 这四中的一个老师 但虽然这老师挺难请呢 但我现在正在想办法呢 家木呢 他那一模考试呢 实在是太差了 我正在想办法呢 也帮他联系这事 总之呢 孩子这事你不用担心了 全面交给我就行了 好不好 谢谢啊 那我没没别的事 我得先回去了 干嘛去 我妈拉肚子 我还没处理完呢 我得赶紧回去 不是 拉肚子是吧 嗯 稍等一下啊 这个呢 是我朋友从县口带来的 专门是拉肚子的 给奶奶拿过去吧 那那那行 我先走了 你等等 我还有件事了 咱们俩什么时候去找结婚照去 嗯 什么时间都行 那时间我来定了 嗯 去吧 慢点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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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哎 妈呢哎呀 哎呀 放心吧 吃药了已经睡了 哦 这一天把我给忙的 哎呀 司徒找你是不是有 有有有什么急事啊 哎呀 没别的事啊 还是上市并购的事 这不是跟香港总公司那边 要研究上市吗 可是那边呢 一直没有派人过来 嗯 所以我们这边啊 就三天两头的开会 又是总结 又是检查的 最近弄得特别忙 你也别太着急了 其实上市是好事 嗯 一个公司总统发展嘛 而且司徒真的挺能干的 他一定会成功的 没问题 哎呀 他做多大 我倒不在乎 我真的非常希望 能够过一个平平常常 踏踏实实的日子 真的 行 喝个水 对了 他还提起孩子考学的事 说心里话 在这方面呀 他做得挺好的 也很尽心尽力 大包大揽 你说哪那么容易 两个孩子都能考上 什么清华北大呀 艺术院校啊 多难哪 是啊 孩子上学的事确实 如何提高成绩 这是个最重要的事 咱们共同想办法 都一心努力吧 学业上的事啊 你就不用操心了 你呢就只要跟孩子 先搞好关系 先搞好关系就行了 真的 我 我特别希望两个孩子 早点考上理想大学 也特别希望 他们早点认识你 我心里这块石头 就算落下了 能理解 哎呀 其实孩子学习事 你也别太操机 我觉得孩子不应该差 我今天去去订鞋长啊 就和那个鞋家 顺便聊几句 我才知道她的闺女啊 跟咱们的家家家务 在一个学校 嗯 学习成绩啊 好得不得了 哎 几乎闷闷满分 外号是六百分 你是她妈妈干什么的吧 嗯 竟然是石荒的卖破烂的 爸爸休邪的 这种家庭还能弄这个成绩 是吗 嗯 哎呀 你说跟人家一比 我这当妈的 真是太不称职了 这些年轻忙活着上班啊 赚钱呀 真是 在孩子学业上 做得不好 不不 我这做得不不不容易了 每个家长都遇到不同的问题 相信咱们孩子 一定会考上的 好 我对得充满信息 行了 你也累一天了 赶紧回去休息吧 好 那我走了 你也早点休息啊 哎 哎呀 来妈 吃一样了啊 我詹姆斯呢 李叔 看不看见我詹姆斯 什么詹姆斯 就我篮球鞋 红色白边的 高棒的 哦 看到了我给你收下来 赶紧跟我拿去啊 今天我们漫游比赛 穿它我才能赢 哎呦那么灵啊 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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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我忙 你把 快一点 再在这儿 妈妈 过来走吧 那个我等李叔我拿鞋呢 嗯 快点李叔 哎呀急什么啊急 哎呀 花江在外面洗的吧 没有 这个我自己给你洗的 你洗的啊 这么干净 你不信啊 真的我洗的 没花钱 我洗的 行啊 李叔 洗的比干钱洗的还干净 那你还不谢谢人家李叔 谢谢你李叔 好 走啊 好好好 老的慢点啊 老的再见 好好 看吧 看把你乐的 不就是你儿子 给你个绯吻 冲你笑了吗 这越来越友好了嘛 那个 派出所 那边你打听了吗 登记的事 派出所那边啊 我找人问过了 他们说登记可以 不过派出所的意见 就是想把你 坐过牢的事 反映到居委会去 你说那哪行啊 一旦这样的话 左林右手肯定知道 孩子们也会知道啊 是是是不行 人员可畏 现在咱们不在乎 不能阴下孩子是吧 是 我想这样 等会儿给妈 把药吃完之后 咱们俩去趟派出所 好好求求他们 能不能替咱们 保这个秘 行 到这试试好 哎呀 哎呀妈 你怎么把药都倒出来了 哎呀 好了好了 听话 听话听话 别动了啊 这不能动了 你看还有两粒没吃呢 啊 来来来 来 吃 先不吃 先喝水 啊 那个你在车里等我 我先去看看 办好了 差不多我回来叫你 那也行 好 我等着啊 所长您好 啊 您找个什么事啊 啊 是 是这样的 这个啊 是李宽 她的释放证 我是她前妻 对不起啊 这两天确实家里事儿太多 没忙开 要不然早就应该到咱们派出所来备案的 给您添麻烦了 哦 你的事儿我明白了 我让李警官马上到这里来给你办理 嗯 先别叫他过来 所长 是这样的 嗯 我们家情况啊比较复杂 这个李宽呢 是我前夫 我们的孩子啊 现在面临高考 孩子还不知道 这李宽就是他的亲生父亲 然后之前我没有离婚 孩子一无所知 不敢告诉他 怕影响学业 所以请您照顾我一下 能不能就是给他备案的同时 别让咱们居委会 或者是街道让他们知道 这样的话能保护一下孩子 这个不太可能吧 街道和居委会呢 对所有的服过刑的 甚至呢 对于有过犯罪前科 都要再次备案 是 这个我知道 我很清楚 这我们家情况不是特殊吗 希望所长 关照 关照 嗯 你的情况呢 确实比较特殊 是 为了你家孩子的高考啊 嗯 我们再研究研究吧 哎 哎 谢谢 刘子 怎么样 办怎么样 那个 所长啊 非常好 他已经答应了 说现在先不用让街道 还有居委会知道 让咱们赶紧办个当的手 你们现在警察那么好说话 你不知道了吧 现在呀 都提倡亲民 人民警察为人民嘛 好 快点 太好了 一会儿把那外啊 都扫一下啊 嗯 哎 倩倩 哎 你找我啊 走 到我屋里 不不 不 就在这儿说了 你看我 我 我 这 这几天光芒家的事了 店的事没 没 没怎么管 干得太少了一点 你别介意啊 这个 家里有啥事呢 尽管去张罗 我说句不好听的话 你这十七年不着家了 也得好好表现表现啊 谢谢李姐 但我还是抽时间啊 把咱店里所有的电线电网检查了一遍 哎 以为电线确实老化了 低换新的 这都是安全隐患 还有一些走廊啊 死角 垃圾太多了 这都是用一期火灾 这样 我想搞一次彻底大草书 行不行 这电工方面你是专家 行家啊 对不对 你就放开手脚大胆干嘛就完了吗 那行 我支持你 好 你们干了啊 好好好 司徒总 王律师来了 来了 王律师 来了 看你今天这个样子 一定有什么好事嘛 说来听听 算是个好消息 这段时间 你不是为了孩子高考 到处找名师吗 我了解了一下 在咱们市里啊 有一个老教师协会 里面全是一些 在职和离退的老教师 有相当一部分是高级教师 甚至还有一批是特级教师 我这么想啊 以您司徒总的财力 咱们完全可以把这些 特级教师请到一起 组成一个最强阵容的辅导团队 甚至可以根据各个学科 一对一对项目进行辅导 你觉得这样一来 孩子的成绩还是问题吗 哎呀 王律师呀 王律师 你可真是我的贵人啊 你知道吗 你可立了大功了 你这招简直是太绝了 一对一的辅导是吧 那加募的学习成绩 肯定全是第一啊 考大学肯定没问题了 是吧 没错 什么时候可以见他们的 随时随地 是 现在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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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请你这好事了 好 姨妈 你咋又来了 我们家姨姨不在家上学去了 我不是来找姨的 我就专门找你的 你找我干啥呀 我一个收费品的 我又不会学习 这个你听我说 我呀 是在那个新都酒店 工程部做电工 我们酒店最近要来一次大扫厨 就是把那不用的一些物资啊 废品啊 垃圾什么 全部清除掉 我们要请别人帮忙弄吧 还得给人家运费 我一想 不是这堆你 你来帮我们弄就算了 这样你还能卖点钱 你愿意吗 这是个肥活啊 你干嘛给我呀 首先我觉得你们一家三国 都是好人 挺难得的 还有你做事情井井有条 你把这个废物利用啊 废物便宝啊 都做得特别好 你 真是酒店呢 是是 你跟我去你就明白了 好吧 你现在跟我去 那现在就有 行 你们俩给我查一下 看看那个包二新的碗 是谁定的 倩倩 喂 方大 我去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咱们新东酒店老总 倩倩先生 这位就是我说那个依依的妈妈 哦 你好 你好 您好 您就是大老总啊 您看 我来接这个活儿可以不 没问题啊 这宽子接着来的 我是一百亿的房秦 走走走 宽子 我先在这儿看看 好 走 好好好 谢谢你 你先去啊 哎 这个珈牧啊 物理不太好 喂 你看啊 这些老师啊 都是在教训许多 活不想的 嗯 是啊 肯定会啊 这个不错 两位 啊 你们好 您好 来位是四凡先生 哎呀 我是 哦 那好 我是老教训的律师长 哦 是吧 哎 律师长 蔡斯莫主 蔡斯莫主 您介绍一下 这位是王律师 哦 呃 怎么还拿着律师来的 不是 他是我的朋友 以后你又有什么打官司上访的事 尽管他发 没有 我们可不希望打官司 啊 对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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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来啊 坐吧 坐下 哎 好 来 你看这事 我一天忙了 没事 这样 您坐 对 怎么样 这次来 有什么士统 啊 是这样 士统总呢 有两个孩子 今天参加高考 希望您呢 在这能帮助联系 几个好老师 把孩子 不习下功课 嗯 啊 是这样 呃 我们协会呢 确实有不少 有数的高级教师 和特级教师 但是 大多数 年龄都大 也有一些身体不太高 能做辅导功课的 也不是很多 啊 是这样的 那个啊 秘书长 不需要很多 有几个就可以 那请问 想找几个 我是这么想的啊 就是 各个科目呢 各出一个就行 有个 五六个就可以 好 那应该没有 太好了 您看这课试费的事 您尽管开个价 好 具体费用的问题啊 你们当面谈 我们只负责介绍老教师 行行行行 呃 这样 你们留个 电话联系方式 哎 好 我沟通好了以后呢 通知你们 好嘞好嘞 这个 是我的电话 来 来 来 你好 你们打电话 行 好嘞好嘞 那没问题 我沟通好了之后呢 会通知你们 好嘞好嘞 太感谢了太感谢 谢谢谢谢谢谢 不打扰了 那不错了 好 再见 好 好嘞好嘞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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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苹果5S 哪儿来的呀 我一个朋友送的 老脸 咱能不吹牛吗 你能有这么牛的朋友送你苹果5S 不不 我这真的没吹牛 这是我的朋友 就是那个开饭店的健新 他应该算我发小吧 他送给我的 我确实买不起 真的 是漂亮有形啊 是吧 我超喜欢 我早晚的让我妈给我买一个 是是 我看你妹妹俩人用一个手机 不行 我这个就送给你呗 你不用啊 不 这个太复杂了 我要用 我又不用这种 真的 我这个年龄不适合用那个 真的 真的 真不骗你 送给你 既然你这么有诚意 那手机我就收下了 不过你放心 我不会白拿你手机的 回头你问我妈要钱去 不需要钱 我去送给你了 那怎么行啊 你不胡说八道吗 你小时工一天能挣多少钱呢 我这不是大少爷欺负你穷仆人吗 对对对 是我私不良利 有点吹牛了啊 行吗 回头给你妈酿了 干嘛呢 我做饭去 你玩玩 谢谢你 李叔 好好好 去吧 去吧 哥 你干嘛呢 玩游戏呢 新手机啊 还是F5S 那你给我看一眼 别动别动别动 我玩游戏呢 你给我看一眼吧 别跟我抢别抢 你哪儿来的 自己花点买了不行啊 那我去看一眼 那么讨厌 看一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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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玩完就给你看 你别闹别闹 我玩游戏 我玩完就给你看 我玩完就给你看 干什么呢这是 妈 我哥新买了个iPhone5S 哪儿来的手机啊 你自己花钱买的呀 是不是又弄那个手机配件了 我上哪儿弄那手机配件去啊 大叔给我的 哪个大叔啊 咱们家的小事工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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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抢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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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收了吧 我又不是故意的 我还没看着 手机哪来的 这是建姻送给我的 后来不过姐夫给密下来了吗 我给要回来 怎么跑到家牧手上去了 不是这个我用起来 我挺复杂不想用 我送给她的 你看你这人真是的 这么贵的手机哪能说送给他 就送给他呢 我告诉你啊 我让他们俩呀使一个手机 一呢是联系方便 再有一个 那在钱上得限制他们 是是可是我这已经送给他了 再要回来就不太好吧 那有什么不好的呀 再说了那么大孩子 这什么习惯呀 说要人东西就要人东西 那个那个 我确实那是主动给他的 他还不好意思要 我说为你要钱 他才拿的 我也不是外人 我是孩子爸妈 孩子哪知道啊 他们只知道你是小事工 对不起对不起 我以后老大这个决 都转让不过来 这是咋办 行了 以后别惯着孩子啊 好 你过来 今天不是妈说你啊 你说你多大了 怎么那么不懂事呢 我知道这手机 是你李叔叔主动送给你的 那你也不应该要啊 这手机是你李叔叔的朋友 送给他的礼物很贵重的 再说了 你说李叔叔天天在家照顾奶奶 万一奶奶有一个三长两短的 有什么急事 叔叔手里没手机 他怎么跟妈联系啊 还给叔叔 还给叔叔 哥 拿着 装什么大衣服 怪怪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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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说话呢你 你赶紧向叔叔道歉 我不道歉 道歉 丁姐丁姐 算算丁姐 算门算了呀 必须道歉 哥 哥 你别惹妈生气啊 对不起 我告诉你啊 李家墓 从今往后不许再有这事儿 听见了吗 谁 司徒 那我去做饭去了啊 嗯 来了 你来怎么没打一电话呀 哎呀 我是安耐不住自己的喜悦心情 都是为孩子里的事儿 江牧呢 那儿 江牧 走给你 干嘛呢 我跟你说啊 江牧 我跟你找了全是最好的老师 都是省级骨干 三个一级 三个特一级的 堪称什么 功课高考的最佳阵容 知道吗 是吗 那他花多少钱呢 花钱 那解决的事儿 那叫事儿吗 不花钱 就靠我的面子 赶紧谢谢叔叔啊 谢谢我啊 谢谢 算了 那叔叔 我的事儿呢 您的事儿我一个个来 行不行 我跟你说啊 司徒叔叔心里啊 只有你们了你知道吗 那儿 司徒军里来了啊 哎 那个我给你下点菜吧 晚上再吃饭 不用了 今天我想带孩子们去 吃的海心大餐 不用做了 一会儿没什么事儿 你就回去吧 好好好 那个要出去吃饭啊 我妈最近肚子不太好 她好像去不了 那行 丁姐 那我在家照顾奶奶吧 你们去吧 行 那行了 穿衣服 走啊 司徒叔叔 咱们吃海鲜啊 走啊 走喽 咱们走了啊 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 走喽 你说再见了 再见再见再见 不是吧 叠的很好嘛 叠的很好嘛 叠的很好 叠的很好嘛 好好好 我来 叠这个花呢 叠的 叠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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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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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这里有一个激活 麻烦你能帮爸爸扣的 不误吧 你别扎自己了 哦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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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静 这好好的 有马 不是 这洞吗 就把这洞 这洞全都会补上 对对对 现在就流行这款式 这多好 是这样的 我也是去人家的 我是在人家做小职工的 咱家主人呢 有一儿一女 希望女孩儿 还别穿这么酷的 弄洞不太哑 好吧 我去补补 什么哑不哑的 男孩儿女孩儿 穿的都漂亮 是 谢谢 这是什么年代的 还给我补补上吧 谢谢你了 哎 准备吃饭了吃饭了 饭好了 来了 今天什么呀 我 不是 那个李叔 你这两天不是红烧肉就是肘子 今天这有什么排骨 火腿肠还有 不 这也太油腻了吧 我真心受不了了 我早就受不了了 那这样 我这样 我给你们去吃炒一个素的 给炒个萝卜好吧 我不吃萝卜 你一股臭啊 你别急我还有什么下素的 哦 还有酒黄 我给炒酒黄好吧 我想吃油麦菜 哎 行行行行 油麦菜 油麦菜那个我还吃真没买 那个不好意思 叫餐叫餐叫餐 那你要清炒油麦菜 哎 喂 来快餐店吗 那个来一个清炒油麦菜 哎呀 再来个烧茄子行不行啊 啊 可以可以 行那个再来一份烧茄子 哦 我还要那个黄瓜蘸酱 哦 那个再来一份黄瓜蘸酱 哦 快点啊 送到丁姐家啊 啊 你是不是有谁叫菜呀 电话叫餐 啊 电话叫餐 我真头一回听说啊 是啊 这比较方便啊 你记住了以后你也可以叫 嗯 那什么你李叔啊 她是看奶奶 每顿都爱吃肉 所以呢她这几天这肉啊 做的多了点 那个以后 就从下顿开始吧 荤素搭配 好的好的我尽量在那儿 酥好了 赶紧坐下吃饭 好好 哎呀 好好好 来 来 天哪 你谁干的 在那儿 妈 你看我裤子 怎么了 啊 怎么了 啊 我裤子也 我補上了 啊 啊 这不是我裤的 是不是你裤的 妈可不是我啊 这谁下的黑手啊 哎 哎 怎么了 你让裤子给裤上我 啊 嫂 那啥 这个裤子是我给裤上的 我专门找着这个裁缝店 你还给你裤得挺好玩的 小动物什么的都给你贴上了 我你什么意思啊 家家家家家 人李叔也是好心嘛 你小姑娘穿漏肉的裤子 不雅观嘛 对对对 还是家母理解我 我就这个意思 你别说话 就知道新男乐户 不 我觉得裤子挺好看的呀 这不不好吗 哎呀 对啊 李叔啊 我觉得你裤得特别好 特别有时尚敏锐度 你看啊 如果你能选一块花布做底子 那就更棒了 佳打喜欢花布 那我再给你找才能 花布补上不行吗 妈 妈 你看 行了 行了 人这裤子上面带洞 那叫乞丐裤 你说你给补上了 那叫什么 哎 不不不 李叔啊 你平时不也穿牛仔裤什么的吗 连这最基本的fashion都不懂啊 不 反正懂不懂的 我就觉得哈 那个女孩子 你看你现在是高中生 你穿着裤子 是吧 你露肉啥 不太好 我李叔二是吧 你就是愚昧固扯 不可理喻 这裤子我不要了 你干什么呢 你把裤子捡起来 你看那裤子还有发穿吗 这都补上了 反正这裤子也废了 你要不舍得 你留着穿吧 你干什么呀 别 别别别别 丁戇 不 不 不说啦 看来嘉嘉 Indeed这么生气 那那那行 那怪叔叔唐吐了 这 我马上都给你拆了 咱也拆了 好吧 拆了哪也有这样啊 这裤子已经废了 哪儿废了 这裤子怎么不能穿呀 哪儿废了 妈 妈 妈 你嚷嚷什么呀 我希望你能公平一点 今天这事儿就老李做得不对 我怎么不公平了 他哪儿不对呀 这是我让他补上去的 怎么的 你笑什么 我能笑什么呀 我能怎么着啊 在咱们这个家 我们有说话的权利吗 我们都有孩子 妈 但我希望你能公平一点 你别睁着眼睛说瞎话 这裤子买回来的时候 我们试的时候 你还觉得实骂 还觉得好看呢 你让老李去补 你说这话谁信呢 你糊弄傻子的吧 就是吗 你骗谁呢 你把我们当三岁小孩 糊弄是吗 明明就有理数不对 你还笑着他说话 家走 咱们回屋 你也真行 也太有创意了吧 你看 这蝴蝶跟这小动物 放到一条裤子上 这多难看呀 不是 我真的是好戏 佳佳呀就喜欢这条裤子 从来没舍得穿过 今天是第一次 结果弄成这样 不是 关键 我这补上有这么夸张吗 他就补上就不能夸张 能穿了吗 你呀 不能老用自己的眼光 去看他们 现在的孩子啊 都追求时尚 其实 哎呀 我 就时尚我也懂点 我在里边看新闻 虽然不是太懂啊 就是我 至少我就觉得啊 像这种裤子啊 别人穿我 咱可能不管了 毕竟自己的闺女 你们露露露腿的 我穿的真的不 不太压 好 我明白了 明明了 这个事情到这个局面了 那行 那行 那就算我错了 我去给他买个一模样 这样的裤子 好吧 就买个这样露洞的 行了吧 这裤子还不是说 买就能买上的 这是司徒啊 从香港给带回来的 一千多呢 一千多呀 嗯 这有点太夸张了 一个高中生 穿一千多的裤子 你有点太惯他了吧 我什么时候 惯过孩子呀 就是司徒 他呀 经常给孩子乱花钱 我记得 只是看着关心 我觉得这个 这种关心 变比并不好 你想一想啊 你给孩子 穿那么贵的裤子 他现在对吧 毕竟就是高中生嘛 你这将来会 会有一些不好的习惯 高消费什么的 对吧 关键是 给你增加负担 明白吧 你呀 就别扭曲 司徒的意思了 他呀 也是想讨好孩子们 想跟孩子好好相处 所以才肯花钱 这不是为了让孩子高兴吗 不是你不也一样吗 那好几千块钱的手机 说给孩子就给孩子了 不 我不一样啊 我是孩子的爸 你忘了 在孩子们眼里 你可是小事工 你不是 你怎么不觉得